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大家好 我是櫻庭 今天這集節目內容非常的扎實 而且我們針對市售最近很多的豪華 甚至很多頂規厲害的車款 通常這一種厲害的昂貴的車款 內行人我們來看門道 但外行人我們可不讓你看熱鬧 我們來看看新科技 希望未來越來越多這種科技 可以下放到我們需要的車子上面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可能 答案是非常有可能 今天的第一台車就來看看 B是今年會推好幾台的電動車 未來呢 今天第一台是EQS 未來我們還會有EQE EQB EQA 是不是EQS連好料也可以放下來呢 先不說那麼多 我們先出門看看EQS厲害嗎 帶大家來試駕的是 Mercedes EQS 而且我們今天試的是450 Plus 其實現在比較大的重點 反而會是落在前座這個人 開車的感受 仔細看看 EQ系列的三芒 跟你家的Venro那個三芒 它是不一樣的 胖瘦有些不同 因為EQ對於賓士來講呢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獨立的品牌 如果喜歡動力的話 動力至上的Mercedes AMG 然後還有呢就是 Mercedes EQ電動科技未來 以及你要很奢華的 Mercedes My Buck 你的賓士是AMG 你又希望是電動車 你會覺得這是不同的品牌 打在一起 沒有 它的正式命名叫做 Mercedes AMG EQS53 4MATIC PLUS 念完我覺得都快斷氣了 有點長對不對 我們來欣賞一下這台450 PLUS 首先我們這台EQS上頭 可是配了標配的 多光束LED智慧頭燈 吸引人的感情 夫妻倆要走得孤等長長久久 所以呢 它有Long Range的遠距頭燈 最長最長可以到650公尺 一體性的弓形的造型 所以呢整個看起來是很流線 整個車側呢是完全的平整 包括我們穿框 包括我們連門把這裡都是平平整整 象徵的就是 老公會對你服服貼貼 你靠近的時候 他的握把就起來 你就可以輕易的把門打開上車囉 標配的這一個是20吋的框 對於輪胎需求還要更高 它還有21吋的選擇 再來就是超級漂亮的尾燈 它是這種旋轉旋轉 就算後面是Coupé很漂亮的造型 但是在EQS上面呢 還是滿滿的實用性 不幸的話呢 咱們就打開它的後箱來瞧瞧囉 哇 超大開口 超大空間 這項真的是小兩口呢 都很有度量 夫妻比較不會吵架 而且它大到什麼程度 這位新娘決定要坐進來 把它當心房嘛 好大喔 那我試著 把它關起來看看喔 很亞一夜市 我在裡面 既然它是Coupé 我還覺得還有點空間耶 沒有到那麼局促 畫面好亮喔 但是為了安全啦 所以在裡面是沒辦法開 但是從外面控制 它就可以直接打開 你看看這空間 610升 除此之外我再按一下 裡面還有一個凹下去的 可以放很多東西 夫妻倆還是適度給彼此空間 可以放點私房間 這可以放很多吧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工具 然後這裡有網格 可以把東西隔開來 實用性很高 跟過去我們看到S Class 老闆只管這個位置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 它的隔音工程 做得好細膩喔 靜悄悄的 而且呢 雙層隔音玻璃 還有我的車胎呢 也特別的有了一些調整 這叫自震鋪眠 所以你會覺得車室裡面 超安靜的 如果路上 你稍微開點窗 我會發現 嗚 這聲音真的是隔絕了 太多了 裡面的精密性非常高 尤其它又是電動車 所以坐在裡面 真的是太舒適了 感覺出EQS的後座 確實臀點有把它往裡面 所以你坐進來的時候 臀點會往後 可是這個地方 你看看我大腿 我大腿比例來講 並不是說太長 可是它距離這裡還是有一個腾空 雖然後面這一個 像睡在雲端上的海面 調整 但是因為我的坐姿就會 只有這一段 特別奉勸全台灣所有的 冰式業務人員 你一定要跟他說 趕快選配 不過聽說 EQS53呢 它就是標配的 椅子一定要能調整的啊 就算我今天不是後座買家 但畢竟它有一個S嘛 也有可能後座買家要坐 所以這個椅子能調整 是相當相當重要的事情喔 一定要選配 不然你邊開邊坐會騰生氣 其實小哥哥應該開得挺開心的吧 還不錯 還不錯而已 拜託你呼不合求啊 轉向的厲害 10度的後輪轉向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不好意思 不是你的技術不好意思 我是歐漏車子 其實這台車呢 也有一些標配的強項 像後輪轉向 S-Class看得到 EQS當然也不能少 還有呢 它也標配了像是S-Class 跟它一樣的Airmatic 也就是那個氣壓懸吊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試過很多車 它說它家庭導向啊 不管它怎麼樣 可能少了選配氣壓懸吊 你在後面會顛 就會不舒服 但這台車標配的氣壓懸吊 所以做的是穩如泰山 輕輕鬆鬆 暫時 就是還不能調 這一定要給它 選配下去 很重要 所以我講了好幾次 因為安靜 然後因為舒服 然後因為大半 再加上它裡面的配色 這種米白的 整個車子的內裝質感很好 這裡又有幾匹 Broommaster音響 15句高傳真的喇叭 沒有要跟你含糊的 它的這個音響 有個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當你在聽音樂的時候 它會依照你需要的 那一個位置的共鳴 它找到一個好的 最佳的共鳴點 當你在坐每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覺得聽到的音質 是很立體 很清晰的 那我的兩個前座椅 都是可以加熱 可以通風 各三個記憶座椅 它有一個很方便的一點 就是坐上去之後 你可以透過它的內部的系統 直接告訴它說 我的坐姿什麼 所以它隨時可以來 幫你做調整 非常非常智能 所以我昨天坐在副駕駛的時候 想說 為什麼經過不同的路段 椅子好像有人在幫我 動了一下 其實它有動態座椅的調整 它在圖姿導航上面 get到這個所有的路段 所以它車子就會給你 相對應適合這個路段的一個 舒適的座椅 所以你坐的時候會覺得 感到舒適喔 多區的恆溫空調是必要的 但我這裡空調的地方 基本上這裡有兩個出風口 這裡也還有出風口 然後它做得滿有質感 它是那種古銅筋 旁邊有一點點消光鍍鉻的感覺 坐後座一定常常 也是需要用3C用品的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拉下來 就有兩個Type C可以做使用 再者就是這兒囉 可以直接把它打開來 再按一下 喔 它再下來 再來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選配 它是全車都有用上了 反紅外線的隔熱隔音玻璃 難怪我坐在這裡面就覺得 它的隔音效果非常好 當然它自己本身也已經有調教了 我也強烈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負離子空氣清新套件 標開了Energizing的 智慧空氣進化系統 所以它裡面包括了 10升的這個容積 它的這個HEPA是高效率的濾網 還有4道的空氣過濾 所以坐在裡面呢 空氣是經過了過濾 那這個過濾的效能呢 是可以含擴到150座的足球場 4年16萬公里的保固 所以基本上換也不是那麼負擔 而且我甚至覺得 根本不會換到對不對 現在賓士的邏輯越來越像是 不是我沒有 而是你要不要 你就選可以選下去 再來就是我這個天窗 兩個大塊面的 我覺得是滿舒適的 所以坐在後座基本上 目前我唯一覺得可惜的 就是這個椅子要給它做選配 這樣我可以多段的調整 可以做得比較好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它後座 610升 610升什麼概念 溫刀的G樓C 還沒有它能裝 而且它裝的東西 比S-Class還要多 所以它的實用性是很夠的 基本上這個椅子要往前傾倒 我覺得機會也很低了 一個男人要跟你走得長長久久 我們要把時間拉長 也就是我們車子要跟你能夠長長久久 它的續航里程也要長 那EQS它現在拿出來的數據 WLTP的這一個770公里 已經是現在台灣目前 目前市售電動車裡面之最了 到底是什麼可以造就一台EQS 讓它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跟你長長久久一台電動車呢 有個大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有透過它的單馬達後驅的設定 因為它有泳池同步電動馬達 這個電動馬達它還是特別的 這種獨特的雙組供電的 所以呢雖然它只有一顆馬達 單馬達扭力可以到568Nm 非常誇張 出力是細膩的 很多人關心充電喔 它的AC最高是8.8千瓦 DC最高是200千瓦 15分鐘就可以充到300公里 那這一次有提供三種充電的情境的設定 你可以把這個充電情境設定是標準 或是住在家裡 又或者是在你辦公室裡面 所以它的充電模式啊 住家辦公室呢 就可以從地標來儲存 你跟它設定好導航了 然後導航知道你住家在哪 所以接近的時候呢 它就知道說它現在是回家 然後現在是去公司 可以設定說 我要離封的時段再來吃電 因為離封時段電價比較便宜啊 可以把充電器充上去 到離封時段的時候自動開始 吸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人性化的設定 高壓電的電池也是大家會關心的 十年或二十萬公里的保固 全車三年不限里程都有 那我們實際有朋友呢 真的是北高來回不充電 從98%開到5% 中間沒有充電喔 它就用拿手絕活的DIOTO 就搞定這件事情了 它目前的耗電的速度不快 然後我們還有動能回充 這些都是加分的 那還有什麼還可以讓我們人生 那麼糾結呢 那就是接下來帶你來看看 這一台厲害的喔 整個大T型在你面前 好像躺了一個小孩身高的 那麼大的一塊螢幕 我們來看這一台呢 是Mercedes AMG EQS53 4MATIC 我現在手上的鑰匙就是 Mercedes AMG EQS53 4MATIC 這面子夠長了吧 威了 來來來來來 不要客氣當自己的車 圈圈河流 Oh my God 棒吧 而且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5.3的這個大T型的 這麼大塊面的這一個玻璃的 整個屏幕啊 它其實在這裡是有Sensor 所以它可以Catch到我的眼睛 比方說這樣好了 我們請這個副駕駛座的小哥哥 先下車 讓這台車裡面的威池 只有駕駛座在裡面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最右邊那塊屏幕呢 那叫做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它就會把開關消失了 讓我點啊 讓我點啊 小哥哥上來 但是當副駕駛座的人坐上來之後 他的開關就會自己出現 有沒有看到 神奇的開關出現了 但是這個時候我要去點他 因為他知道 副駕駛座有人 你可以去作動 可是這時候發生了一個 比較特別的事情就是 如果右邊在播 我想看的Netflix OK fine 但是這個開車的人 他現在沒有打入披檔 假設我現在正在開車 因為我們現在在定點 假設我正在開車 然後我就覺得 哇好好看的劇情 現在也要什麼 他就會燈 熄滅會火 除非披他路邊了 然後當你把他排入了披檔 陰式披檔打字要從這裡按 你就可以看 現在你在第一台 你給我看頭間 不要看旁邊 這個是一個已經智能到 無法想像 他知道你在幹什麼 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希望你在使用的時候 能夠把你比較重要的資訊 整合在一個地方 這還有配對可以玩遊戲 是不是 呵呵 這怎麼得了 也就是副駕駛座那個人呢 他Always不會孤單寂寞 覺得無聊 他想做什麼 他需要看影片 他有影片 他想要玩遊戲 他可以玩 但是開車的這個人 如果我打入低檔 我想參與 不行 他直接給你洗掉 就是他就會暫停 他手上的影片 暫停上面的一些遊戲功能 因為我們移動是要舒適 但移動也是要安全 這件事就相當的重要 這個整個寬1米4 是非常非常離譜的 跟我一起想像一下 如果現在是晚上 夜黑 風高 到處都看不到 連路燈都不太明顯的時候 我要找個東西 手伸過來 他自己燈會跟你SPA-LINE 也就是你要拿個東西 他知道他就給你光線 這已經是跳脫了氣氛燈這件事情了 因為他的氣氛燈 現在不只是要做漂亮而已 他要做I get you 那種感覺 就是我懂你 我了解 那不用講呢 我們這次試的這一台53 他前面的儀錶板 可有戲的呢 然後還有就是我後面這個椅子啊 如果之前S-Class那個椅子啊 叫做人躺在軟綿綿的棉花 雲端裡的感覺 駕駛座也有 怎麼捨得坐後座啦 這就是一個前座的 完全前座的設計 你會覺得非常的High 以前我們常常在報導很多的車 不管是油車電車 大家都會覺得在大太陽底下 要拍攝是一件困難的事 因為我要讓大家可以看清楚 我眼睛看到的東西 請問一下飛大哥你有反光嗎 沒有 你有嗎 沒有 真的沒有 一清二楚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畫面看起來是怎麼樣 因為他剛好有抓了一個弧度 讓整個的螢幕上面反光的感覺很低 還是有 多少有 但是我眼睛看了基本上都很清楚 然後以前我們最偷的家裡就說 啊你這杯車丁管 你咪咪咪咪咪咪一堆螢幕 結果他掃了 你看手指紋按上去 指紋有沒有 你看指紋有沒有 本人是一個無指紋的人 其實不是啦 是他現在螢幕的設計 讓指紋比較不容易沾黏 就不會看上去感覺 喔給你一個1米4 然後洞不洞上面就是摸了亂七八糟的指紋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從頭到尾 就是就算你用了一陣子 也是乾乾淨淨 但我的個性我會放一塊眼鏡布 三不五時擦 可是看起來 我今天這樣摸 好像也不需要什麼擦嘛 功能很多 好棒 EQS很熱血吧 其實我覺得很多新科進行在開的時候 會覺得 哇 原來是這樣 避色邏輯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講到邏輯不通的時候 我就要問出讓我毛色凍開 在哪邊課 你看我每次的開場白胃泥都有特別量身打賬 那EQS跟我們以前開很多電動都不一樣 很多都是one paddle一樣就OK 它不是嘛 它還還起步 東配西配 你還要研究一下 這就是百年造車的車廠 跟新創公司做出來的車子 不一樣 你不能說它對或錯 而是說很多邏輯性 因為他們也是堅持 我有百年車廠的經驗 我絕對不會要像在打破我過去的傳統思維 然後再用新創的東西來做 一定是還要遵從他們注重的 丟很多科技進去之前 安全一定要顧慮到 對 安全顧慮到的時候 再來才是說我設計出來的東西 實不實用 對 再來才是這個東西 耐用程度夠不夠 嗯 最後才是好不好看 我看到現在傳統車廠 開始陸陸續續的在推出這種電動車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他們還是有很多的堅持 對 我坐轎車 我就會搞轎車的樣子 這次這EQS 我的設定是給駕駛人開的 對 它不是S-Class做右後座 它就是那個樣子 你如果今天是要做設計一樣是 給後座做的話的 又是另外一種溝通語言 那你從產品上面也可以看到 他們就是有很大的一個不同 對啊 你若是要跟我勉弄的 來討論右後座這件事 我多的是選項 我不一定要在EQS上面琢磨 對不對 我也有S-Class 我有賣巴赫 就怕你沒有錢 因為他現在幾個百年車廠 即時都陸續有電動車 嚴格說起來 我覺得EQC 以現階段的它有點像黑歷史 有沒有 它很油車 它很像GLC 它很不電動車 我反而不這麼認為 EQC的話其實就是一個 告訴人家說電動車應該怎麼做 就是我的轉換過程的時候 過渡階段 你可以講它是過渡時期的商品 但是它是讓你無痛轉換 你不會今天一上車之後 引擎怎麼開 然後我要怎麼調整東西 你只面對一個面板螢幕 然後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不知道無所思愁 你都要該怎麼辦 但是EQC上車的時候 你說按照的東西 都跟我傳統車子是一樣的 這個電門一踩 電動車原來是這樣子 電就出了 那循序漸進的 讓你去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再來才是我告訴你 我認為的電動車 全新的模組 全新的架構 我覺得EQC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商品 它真的是一個讓使用者 轉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真的到EQC才會覺得是一個 化世代的大經濟的感覺 因為甚至連技師 也要去適應一下 我要怎麼樣的 跟純電的電動車去接觸 我要怎麼樣修 我們看到的就是 大躍進的兵士 晉級的兵士 B&W也不會讓你在那裡 停在那兒的 7系列 明明年底才要來 它就在這個moment 就先讓大家看 你知道這台7系列 我一到現場 柔柔的眼睛 哪裡 喔 不是老師還是老師喔 因為它凸痛的 就是從德國這邊運來 可能也是想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現在集團化的東西 有運用到B&W上 很多人都愛說油車不行的 但是S-Class 7系列 傳統豪華的大型房車 它們就是還有辦法在裡面 變出一些讓你一看就覺得 有新鮮的東西在裡面 新的7系列 我是坦派角色 蛤 我沒有辦法接受那樣的外型 這系列很好看 我很喜歡啊 外觀的設計是非常主觀的 浴賞的時候我也特別去看 你實際上看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感受到 它的一些細節 嗯 但是我看完了之後 還是不喜歡 你光想 施華弱勢琴的水晶口燈 亮出名字 講出來都會覺得我很尊貴 但是我都被它大鼻孔外面 內圈的光條 就吸引過去 LED光條 對啊 那種 真的是熱型燈 這是一種新時代的光環 這是一個它新時代的一個語彙 所以說我相信那個 鼻孔外面的內圈光環 可能到接下來都會陸陸續續的 就出現這樣的一個設計語彙 所以它已經把車頭燈 換成另外一種 從擠到旁邊 然後大燈變成那種 有一邊那種抖燈這樣子 大型的豪華房車在中國市場 現在還是很夯 很夯這樣子 所以說他們就給它一個凸透 直接用勞斯萊斯的概念放進去 你如果要像勞斯萊斯 真的那樣的工法下去做的話 你的七系列可能價格會下死 手工慢慢雕刻 慢慢雕花 你的那一條線是拿羊毛燈這樣 但是刷 你可能不知道交車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不需要什麼太多人工 我只要雙攝就好 所以其實它是烤漆 所以它在烤漆部分 其實這就可以拉到 之前我們台灣有展出那個 八系列那樣藝術車 那全部都是用遮噴 最後再上一套器 它的表面的漆是完整平面的 但是它又可以 很多不同的樣子在上面 很多道的工法 然後去把它烤漆烤出來之後 第一個 視覺上效果達到了 第二個它們又能夠 在它們有限的成本之內 達到生產的效率 那做進去的質感 但是重點 它的重點就是在那一裝 質感是真的不錯 那一裝就真的是 全面的螢幕化 這不是未來世代的到來嗎 對啊 因為過去我們重點都在於 駕駛座我的中控螢幕多大 然後中間那一塊多大 對 這次它就說你後座買家 後座完你不用在那邊摺 那個什麼桌子 摺出來一個螢幕給你 直接向天窗反過來 後上來 而且沒聲音 真的很棒啊 就是你從前面可以 按了很多東西 31吋欸 31吋 就在你眼前 我那時候看國外影片 想說這樣會不會暈車 這麼近 那這樣可以調好不好 這可以調 可是我真的覺得啦 這個功能設計 就是剛上車 或是說你有載乘客上車 然後每個人上車 就秀一下 人家下來 然後玩個幾次 三個月後 你就不會再讓他降下來 你上車就睡覺 誰說的 如果沒有這台車 我每天這樣 賀成家 哈哈 內裝大家都以模組化 然後被侷限的時候 突然出現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是那樣的 你如果現在去看A8L 上次我們在講的 腳底按摩 那也是一個新亮點 對 因為有新的東西的時候 是看得到的 內裝我覺得 它有新的亮點 就是會讓消費者有感的 這要選配多少錢 好 我們就選 因為是感到新鮮的東西 而不是說單純就做起來舒服 用料材質 然後過去都有這些東西 那這次B&W的做法 跟賓士做法就很不一樣 因為S-Class就是真的右後座 質感 質感 到處都質感 那EQS就是讓你自駕 對 可是i7看樣子 也是坐在後面欣賞 那個大螢幕有沒有 就是說你電動車又更安靜 更安靜它的隔音 要做得再更好 到時候你的聲音 只剩下馬達跟輪胎 好安靜喔 電動車你要做舒適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所有的邏輯 要稍微修正一下 但我現在對車廂來講 都不是問題啊 所以你嚴格說 如果用EQS跟i7比的話 不是iPhone7喔 B&W7系列電動車i7 不是iPhone7 我如果這兩台比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i7 因為它後面就大胎 超假的你坐的 你知道嗎 EQS就是立在那 你一定要花錢選配 才能夠在那裡跳 EQS設計就是 它就是讓你開 它一開始也以為 EQS就是像i7這樣子 舒舒服的坐在後面 然後你變弄車 但它現在就強調 你還是要回歸你駕駛的本質 雖然說你是這種 大型的豪華房車 但是你還是有開的感覺 對 我相信冰式接下來 還是會有一個 算了佛後座的 當然啦 還有賣巴赫嘛 欸 你說的喔 我不知道 我猜的 猜錯了 不要找我算帳 但是至少EQS 如果你覺得不夠奢華 因為你以前都是右後座 你有時候要自駕 你還是可以一堆選配也選不完的 那我講到BMW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的整個7系列的質感 好很多 然後坐的感覺 然後椅子也可以 躺在上面當床內去睡一覺 它真的可以像一張床喔 對 很棒啊 對 而且這樣的規格格局 是不是以後只有在760才有 他說沒有 全部都是下放 只要7系列都是 只是看選配的價格 735也有就對了 對 大家就跟我想說740就有 只有你就可以選圖頭 就不會是只有760的專屬 不會是這樣 我覺得那這個東西是還不錯的 它現場裡面也還有4D的音響 然後你把燈按下來 那個氣氛燈也是配合前面的水晶 有個壓克力像水晶的那樣 很好看啊 很有質感對不對 我先帶大家來看車囉 大家快來看超帥7系列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Friend New 7系列 而且是從德國空運來台的 今天跟大家講呢 我們是開了眼界 但這台車到時候進到台灣的一樣貌 不見得百分之百一樣 因為現在這個是德國借我們開一下 試裝車 採機上的試裝車 新的7系列 未來可能在年底左右 第四季會進來 這一次好像是有三個規格 有735i 735i 740i 還有i735i 而且是F Drive60 對 頂級啦 等於這次把電動車做為 7系列最高等級的規格 讓一般的油車來做入門跟中階 所以這樣安排讓最高級的 用電動車來擔任 之前我們都會說這種老版車 你可能要選長軸 可是不用再猶豫這件事了 它天生就那個長 只有一個規格 就是比較長的規格 對 這叫做毫無懸念 那我們來看看新的7的樣貌 一樣是很霸氣 但是我覺得 因為到時候有i7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7 它其實也蠻未來感科技感的 就整個跟以前的7不一樣了 先看第一眼 你會想說 怎麼感覺好像我今天 老實在是很常見 是的 2-tone 雙色 雙色 這個有點像我們講MineBug 也是雙色的 就是訂製型的高級車款 就是用雙色來鋪成 這應該是一個選配 對 還有這個車 我們一般從行路上看 從照片上看 其實都不如我們現場看來的準 對 大家對於這個車頭的 水箱照面積加大 它其實更帶著一個 日行燈的光源 安放在這個水箱護照的外框 這一次的主軸在這個圖像上 也採用這個日行燈的外框 作為7系列的意識上 圖像上面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車頭的編識性非常高 你這個車開回家 在地下室 我會覺得很賞心悅目 全部暗暗的 然後就看到它們兩個周邊的鼻孔 很亮 有點像立體的光條那種感覺 結果它是日行燈 對 其實BMW集團在 就是研究怎麼樣來製造一個 所謂高階的頂級的豪車的概念 的確是借助了不少 勞塞斯的科技運動集團 可以發現這個水箱照 其實也依循著 勞塞斯大型水箱照的概念 然後這個大其實是霸氣 霸氣造型以外做了一個科技的日行燈 重新定義了奢華的概念 我就先看它眼睛好了 不是大眼睛 現在是料銀形形的細細的眼睛 但是很有精神 你看多好看 因為裡面有特別貼了 漂漂亮亮的 施華洛士奇水晶 好好看喔 這個燈具其實是跟施華洛士奇 一起合作設計的 燈具用的這些折射面 跟燈具燈裡面的一些組合 都是用Sofa洛士奇水晶做的組合 所以這一次是真正的 聯合製造一個頭燈 帶來了頭燈的 另外一個不同的境界 先看水晶 再看日行燈 再看它的雙色 藝術品的概念 那我們來看車測囉 這一次新的科技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有 冰質如歸感覺的 那就是類勞斯萊斯的體驗 就像我坐在車內 開關門這件事情 你看門打開 如果開口很大 那你就按一下 讓那個門自己回來 一些操作的介面 來讓門開啟或關閉 對 其實也蠻老賽的 就是不用自己手拿 我交給你免費道具 一指成功 我們現在要開車門囉 那它的位置就在 這裡 不像以前我們可能要這樣開 其實也可以啦 但是它現在就是用按的 然後我就這樣子 這個圓圓的給它 Don't run key 然後人就讓開來 然後就會打開來 但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剛剛就想說 如果是小朋友 然後它很皮 然後自己動不動就去按 什麼你就會覺得很麻煩對不對 然後而且很怕說 小朋友這樣一按 那這樣打出來怎麼辦對不對 打屁股 結果我發現它很聰明 你看我這個方案 它感應到 它的Sensor在這一區 那我稍微再往這裡過來一點 它就可以再打開來 然後你就可以順勢把它給拉出來 它會偵測應該說 在側邊的開門人的根本位置 如果你按下去以後往後退 它就自動開得大角度 如果你在旁邊還沒有離開 它就會開一個小角度 應該是這樣感測的方式 對 所以就是按了之後離開 然後進到車內 哇 車子裡面的質感 我們講的水晶的門飾板 水晶飾條加燈光 它有一個訴求就是像 早晨的日出的陽光一樣 藉著這一個水晶飾條 它會反射出來 它會發光 在乘坐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感受 不再是走純科技的光條 因為它這個燈條是用 也是用水晶切割的方式 對 折射的感受都會非常的不同 對 那我們就進到車內來感受一下 來 駕駛座給你坐 我來附駕駛座 好 進來裡面你就看到 這一個大塊面的 呼應我們前面頭燈的 四華洛士奇水晶 呼應我們水晶排檔頭 但它這個是有點類似 水晶的紋路而已 它這裡面透出了氣氛燈 如果你最近需要一些愛情的氛圍 像我們兩個又穿小粉紅 你就來個粉紅水晶的概念 看起來心情會比較好 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又跟一般的功能性設計不同 它有一點自然的風格 而且它顏色可調 它有一點變化 我覺得整體來講 又可以讓車室內的這些感受 做了一個更靠近自然的做法 一般是科技 科技比較偏人造 但我覺得這種切面就滿自然風 所以這讓它的這些光影電話 也不是一長條的 它是有各種的折射的感覺 而且它漸層 漸層跟折射這個部分變成 是可變化性多的 甚至連門上都有 從儀表到車門都有 一路這樣子延伸過去的 其實整個車有BMW的音響 然後它那個音響的外面的試蓋 它給你做的是有弧度的 我覺得這難度是很高的 會看起來整個高級感很高 而且它的喇叭也有打光 門上的喇叭也有打一個光線 因為它讓你知道 我要叫做4D的環繞音響 在裡面會非常的開心 其實原本說起來 我覺得現在器械的調整 可能會比較像S-Class是後座買家的概念 可能如果你要把電動車比較像EQS 就比較是前座開車的自駕的角度 可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像它前面的螢幕 也是大塊的曲面 但是沒有像EQS搞到一個 是 不一樣的配置 我覺得電動車跟這個油車 兩個同時設計是並進的 也不一定就是全部電動車用的風格 跟油車不一樣 在這個時代通通生產的時候 享有共同的資源就一起運用 這個設計的主軸就可以維持住 傳統車長自己的低調 它如果坐電車跟油車又不同設計 它會增加兩個成本 所以它把這些我們講的 這些輔助性的視覺性東西 如果能夠整合 它其實滿省錢的 所以應該嚴格說 雙B在這一件事情的 醞釀上跟準備上不一樣了 EQS跟S-Class 它兩個是走有點不一樣路線 可是以7系列這件事來講 i7跟我們現在看的新的 我們這台是740 會真的還是重點放在右後座 但是裡面的質感還是很棒的 這裡還是有無線充電 然後兩個方形的 但是內部是圓的 外方內圓的杯架 然後水晶的海浪頭在這兒 然後這裡你要調的旋鈕 也是做水晶的 很有質感 音量 這也是 往上往下 同時它會叫你用 也可以用手勢控制 還是維持住手勢控制 而且一樣是很靈敏的 所以這個就是它教你在操作的時候 這一台因為是試裝車 所以不是什麼功能都標準 我們就暫時大概的體驗一下 感受一下 至少可以先搶先看 但這個舒適的確是又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整個座椅的舒適的 椅面的寬敞程度 就對於體型比較大的人 會有更好的服務 然後平靶的方向盤 平靶的方向盤 我覺得這是M選了M Package的方向盤 它這有一點組合 因為這一次展示 所以把很多配件都先選上來 對 因為很短的時間跟它相處 還是覺得傳統的漆 還是有讓我喜歡的地方 比把我摸過去要有木紋的感覺 可是現在因為很科技很未來 所以它就有包起來 你就沒有辦法摸到那種木紋 OK 我有強迫症 我覺得摸到很讚的感覺 沒有 這一層它其實有上一個亮光漆 上個亮光漆你可以保持乾淨 就比較不會花到或者是 比較保持清潔 可以有一個一致的清潔度 對 然後我們在抬頭你看看 簡直就是如果晚上 要帶女朋友出去求婚的話 抬頭仰望星空的感覺 你看超漂亮的 那其實它在車頂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高度有戲份 如果說要講女一號的話 就是它的車頂 車頂不只有星星 車頂還有戲劇可以看 好像回到家裡的 很舒服的按摩椅 按摩床上面 簡直就像一張床了 但是 它還不是我最躺的狀態 我還可以更躺 因為我右後座 我想我老闆啦 我金主咧 金主咧 這個地方要睡覺就睡覺 這個時候我就偷偷吃 在BMW的場合 好 老史萊斯港 阿里哥 我來乖問一下 哈囉哈囉 Come on Come on 我是不是有點虛話 這蠻High的 我喜歡 現在很競爭啦 所以這種高階等級的 奢華車款 有這樣子的配置 其實更能夠引起買家的興趣 而且不一定就是專注買的 老史萊斯 對啊 可以往下買 然後享受一樣的這個 舒適跟豪華的感受 對 你從年輕到事業有成 一路都是在開 操控系十足的BMW 跟你當大老闆 你要換老闆車了 當然也是BMW 所以這時候呢 誰說你要買老史萊斯 我也有類老史萊斯的感覺 再來就是 這一塊 就是以前老闆的屏幕 因為我們坐後面 應該要有一個螢幕 可以控制很多事情 那以前長在這裡啦 是 都是小片的 然後這裡手機放的 可以無線充電 然後這裡要做這樣啦 家具感喔 很有可愛 像一個沙發的紋路啦 但是現在我們沒有那一塊了 那一塊就在這裡 剛剛好笑 艾大說 你的電話怎麼放在這裡 我說我要這樣 這不是電話 它是控制所有 右後座這個人最重要 控制所有你想要的一切 包括我要前方椅子 給我往前退 我就透過這裡 就可以坐屏幕上 直接做選擇 坐椅的調整 馬殺機 Are you sure 拜託到時候進來的時候 真的 還可以按摩 你看 然後再來 前輩喔 反正現在就是你只要付錢 老闆要什麼都可以有 對 現在我要展示一個 最厲害的技能了 是的 老闆就出一張嘴對不對 對 來人喔 上電視 對 這是這一次 7K的最大亮點 電視從哪裡來 在後座31吋的8K螢幕 好誇張喔 對 好棒喔 這一次應該說 這一個螢幕我覺得可以是 與其他的競爭廠牌中最大的不同 在國外講的是追劇 你可以在家裡追完在車上追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這個車系 在國外其實是可能可以長途行駛 長途行駛的時候 因為你長途旅程其實蠻無聊的 對啊 所以用大螢幕的設計 你可以在車上有一些休閒娛樂 像Eddie哥都看修車的影片 沒有啦 老車 我追劇比較多啦 你也追劇喔 追劇比較多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相當便利 在長途旅行中 也可以很好使用 對 因為BMW這幾年來 其實也跟科技越來越緊密 像智慧手機鑰匙 然後還有其實一些APP上面 你也可以做連動 就說你家裡假設Netflix看到了 那個第二季的第三集 然後第32分 小孩吵吵吵你就只好上車了 然後你就很煩 你要重新再開一個螢幕 再去點到幾分 然後哪一集 那是不對啦 就不聰明了 老闆要有人服務 服務方式就是我上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的Netflix在哪 繼續Keep it roll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特別的規劃 那我覺得也讓有這種PIN號的人 不再需要依賴這種MPV才行 然後才有電視 我們在高級防晒也可以說這樣的配置 我個人覺得對於3C愛好 非常有喜好追劇的人 這個螢幕真的是不得了 甚至我覺得如果可以接來打電玩 那更High了你知道嗎 PS5 可以外接HDMI 我覺得有高度讓人聯想的空間 只是有沒有要合作上而已 那你會說你是哪裡不對勁 你那麼近你不會暈車嗎 這就是內行要看門道啦 左後座的這位 尊貴貴賓想要休息睡覺 於是乎我就可以把螢幕呢 我要把它往右邊 他就來右邊 我把它往左邊 如果左邊的人不想看 他就以脫衣的方式 把螢幕的位置切左或切右 或置中 到這個份上了 我都可以幻想 未來還有可能有發生一件事情 但現在還沒有 因為這裡都沒有Sensor 如果未來它更進化 搞不好的Sensor 我的手就手勢控制 呼 我相信這次可以視訊會議了 這就後面有個鏡頭 對耶 Oh my god 就是有一些設備 應該可以做一些調整 非常讓人期待 到時候要進來的狀態 是 最大的就是門把上的操作介面 有它椅子的操作 一些操作都從原來的平板 移植到左右的門邊 不用一個平板你拿我拿 這是在門板上面 小螢幕 現在類似手機螢幕做一些操作 跟操控 這一個31吋的螢幕 是一個最大的亮點 真的是 嘻花到最極致了 這個部分變成劇院級 以前都是小螢幕 各自一個小的平板來看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跨越進擊 所以我覺得電動車 甚至也可以用這些配備 7系列i7中 這個配備應該都是共有 就像我講的 油車跟電車都還在製造的時候 這些配備其實可以共同使用 螢幕介面等等的資訊 這樣可以省下一些開發的費用 但是整體而言又可以讓 油車跟電車同時具有競爭力 可以讓不同的買家自己去選擇 不再那麼執著的 只有坐電車 對 好 現在看看我到底可以多躺 我就點我腰的地方 讓他再往後 李哥 再會 讓我去睡覺 我會一直躺 所以這個座椅的舒適度 尊貴程度 其實還是維持住7系列的 一個高標準 對 它高標準 後座買家是沒有問題的 對 它也是最基本的 它一定要過這個標準 但沒有說前面兩個座椅的後面 還有Type-C 我這裡也有Type-C 總裁日理萬機 那我們來看看後面的空間 準備關門 可是剛剛有同業在這裡測試 就是說如果你硬去 要去推它 就是不讓它用電的話 它其實是有個阻力 沒有那麼好去推的 所以你要用對方式 車尾很好看 你看這裡 這個是有7的Feel 然後這裡也是 它有做那種切割的鍍鉻來搭配 雖然這裡我沒有施滑落士騎了 但是還是很 很老實 不好意思 你剛剛看它車頭 它的側面就是這樣子 後面現在車尾也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霸氣的感覺 還是有營造出來的 然後後面這樣子一路溜滑梯 線條也是好看的 原來在後行椅箱蓋有牌照的位置 移到寶桿 所以它在這個部分做的 其實還蠻簡單的 內凹 其實也做的開口比較小 但是就是整體來講 做一個新的不同的高級車的車尾桿 但是它鍍鉻大量運用 鍍鉻鍍階 下面也是喔 下面也是喔 從後面看 應該這次鍍鉻鏡用的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也是做高級車的一個做法 這 longo已經要大到 чуть nie的拳頭還大 其實這個車尾logo真的是大到一個 大到一個嚇人了 那怎麼開 按下去 下面有一個 與磨按 按鈕 這真的是 其實是SUV還是比較大 但是這是房車 它深度是夠的 能放四組球具都沒問題 這是醫藥箱 醫藥箱 歐盟的規定的醫藥箱 所以就是空間也是真的很大的 它特別在這個行李箱接控中 它有做一個橡膠 讓這個空氣的這些聲音 要傳進來 這邊可以掛東西 還有一個掛鉤 這裡也有一個 整體的車型比較保守 帶一些科技面 畢竟現在已經跨入另外一個世代了 然後我們剛剛真的仔細的看 細細看整台車 它就連顏色雖然有雙色 它就連在邊邊縫上面 它都把它做到一個 已經你看不到什麼公差了 我覺得是滿完美的 所以非常期待接下來7系列 全新7系列來到台灣 第四季 試車 試車 賣車 我們應該說我們這一次的試車 其實是媒體以外 後面都是前客 網客 再來就是迎接這個 第四季的實測到 非常期待 歡迎回來 今天前面一口氣看雙B 最近的厲害狠角色 今年你都會看得到 但是 如果你本來就想說雙B 可能會比較高調一點 我家裡頭賺很多 但我家裡就是身性低調 我們不喜歡左右鄰居知道的話 我喜歡不一樣的學校 其實學校很多很多的 LM啊 不要忘記它 LM座人裡面我要溯洗耶 我也有個大電視可以看 LM啊 一排排車 整個半面外面 一排的 一整排在那邊 然後你一出來我的車在哪 之後 我的司機好直接看到你面前 喔 這我的車才想說 至少貼一個什麼貼紙 來幹嘛 要搖搖手 因為有些人不要貼貼紙啊 因為我就是要低調啊 幹嘛我如果貼了貼紙 喔 下輪還搖 這個車子是以目前 所以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 所有的Owner的 所有用戶者的心得都是正面的 而且都非常實用 而且很喜歡 而且都是 全家人都很瘦 而且沒什麼要賣 所以中午是還不好找 而且很多人都是買了一樣 又再買了一輛 真的喔 對 很多人是這樣子 因為他買租購嘛 可能兩年到 再來一台 如果你覺得 雙邊這兩台 因為它的產品很新 你拍在路上 容易被人家注目的話 那LM相對是低調 而且你在飯店門口一整排 人家是抓不到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那個空間 真的是超通透又高 今天你如果真的想要在 車內 坐一下 都可以 都很舒服 你如果說是買那個CEO版本的話 你根本就是躺在裡面 跟一般轎車的空間格局 沒有辦法比 其實它真的也很像 坐在商務艙裡面 頭等艙裡面 它就是一個頭等艙 因為它包含前面那片 私密格屏那麼大片的螢幕在那邊 然後你的後座 你就只有兩個座位 很舒服的座位 然後你的座位 然後你前面又那麼寬敞 那個是頭等艙的格局 所以誰說一定要大氣才能躺一張床 LM也可以躺 而且LM那個其實寬度比較寬 因為大氣後面還是三人座 它應該還可以選的啦 我也覺得在獨立四座 可能 但是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是比較像蘭尼克這種身型的話 LM Perfect B85 B85 身寬 有那麼誇張 如果說 你覺得LM是比較大台 那其實偶爾你要自駕的話 也有選項喔 病例的Bentega 它現在推出了EWB EWB它本身就是長軸 但它自駕是過癮的喔 它一直強調是 你自己開車的感覺 以駕駛者為導向 但是不幸的 就真的被罵犯了 因為會買Bentery SUV的人 我就是要買Bentery SUV 我要SUV的造型 我要Bentery的質感 外觀的工藝內道質感 那Bentery過程都是前座 駕駛 開起來感覺 操控有多犀利 那個層級的消費主群 就是會覺得說 他們買就一定要買Bentery 他們不會再去看賓士了啦 我就是要Bentery之後 那我的轎車看起來有點老氣 那SUV看起來比較 活潑一點 對 但是你的後座怎麼可以這麼小 他們那個長多高啊 我個人做後座我覺得超大的 沒有那是標準不同 就像你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Lexus LM 前面這麼長 對不對 這麼長 有需要嗎 但是有時候就是那個空間感覺 所以它就是出了一個長軸 所以說長軸之後 多了那一點點空間 但有時候你坐在後座的時候 感覺就會完全不長 數據很多 這個概念來自於轎車 轎車有時候有分之後 長軸板 短軸板 長軸板上面數據 你說15公分 30公分都可以 但是你大概就是那個距離 但是你就會很有感 那一樣的你今天SUV 你已經爬上車了 對 你坐在後面 他們那種叫做小偷高人一等 你坐在後座 窗外看出去也是高人一等的感覺 它像家裡的沙發客廳搬出門那樣 對 那你要前後的距離 如果再多一點更舒服 所以說他們就有這樣的需求 針對這部分的時候 終於推出了Bendega的長軸板本 對 EWV長軸板 而且市場上沒有那麼多選項 如果真的要講到長軸板 真的是 你要豪華 又有SUV 要有動力性能 然後你要空間又夠的話 只有它這個選項 可是你講到這 我突然想問神索蘭尼克 那法拉利的休旅車咧 來 翻翻我們過去 預言中了對不對 三年內一定會出對不對 結果現在兩年就出現了 對啊 怎麼辦 法拉利的SUV一定是 一定動力夠 一定是走烏爾斯的路線 會不會採用油電 這個我們也再看一看 然後再來就是 它一定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 然後它一定會說 它自己性能操控有多厲害 然後它一定不會跟你講 我的空間多舒適 因為法拉利沒有在跟你講舒適 怎麼後面還差一點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如果 我現在從Bendega的故事告訴我們 既然一開始你都知道客人 他需要長軸 那盒部一開始推出 就是長又舒服又大 就像把客廳搬出來移動一樣 人家七星就非常的了解消費者需求 現在就沒有什麼L不L了 反正我都不長軸 我本身就是一個長軸車了對不對 所以法拉利來 那一刻神獸說的話要聽進去 有沒有 直接就給它長軸 差多辣 後面還是很多 但是我跟你講法拉利真的是 我們要避震站好 法拉利你不能這樣吃 它是要致敬 對 因為法拉利 你只要出什麼車賣什麼車 真的是這樣 就像人不跟你賣到 連烏爾斯都可以賣那麼多輛 到才發新聞稿 就可以想像法拉利終於受不了了 我也要來出這種SUV style 我還是跑車 我不是SUV 我是 他絕對不會承認 他一定要 他不會承認他出 另外一起來講絕對不出人 因為連Lamborghini也說 他不是出SUV 他是性能的這個Cross Over 這是義大利人的堅持 不是SUV 我是開成什麼 他是帶有Lamborghini BMI CMA的Cross Over 這個就是UV的殼裡面的Cross Over 我真的覺得怎麼會承認 嗨 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跨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品比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Win跨界大贏家吧 好!